大家平安 我是老船長 他是不戴口罩的豬腦袋啊 你看看 到今天還是不戴 也許就被他混過去了 祝你好運啊 豬腦袋 臺北股市今天再創歷史新高 老船長只有一句話 要救教所有的觀眾朋友 既然臺北股市已經再創歷史新高了 那麼你現在手上是不是一堆股票 然後還差了一大段距離 要等解套 老船長你怎麼知道 我又不是新來的 對不對 你的老師啊 Your teacher 今天一定在節目上 耀武揚威啊 此話整講老船長 很簡單嘛 他帶你買航運跟鋼鐵 套死了對不對 今天航運跟鋼鐵不是強談嗎 問題是距離你買的成本還有超級一大段 那你在那邊等解套 我們在這邊準備數鈔票 高下立判你明白嗎 老船長說的也是耶 難怪我今天看我老師的節目喔 他又變得很臭屁喔 我跟你講喔 一個人要改很難 就一個老師他騙人騙習慣 你要叫他不騙人那不可能 你不用想 就像很多老師他會胡說八道 動不動就跟你說 外星人要攻打地球啦 台北股市要崩盤啦 叫你小心一點啦 我都是為你好啊 你們大家都很盲目啊 這個時候就會有怎麼樣 看空的看壞的沒有賺到錢的 甚至放空被嘎死的 這些觀眾就聚集起來 幹什麼 以他為領導人啦 精神領袖 對不對 讓他來帶領你們這些 看壞看空的放空的人 是不是 對耶老船長 結果呢 咬死 兩個字就講完啦 不是說要崩盤嗎 那有的講的比較斯文一點 對不起 直接講崩盤喔 沒有崩喔 被觀眾抓到了不好 他可能用比較斯文的名詞 哎呦 他可能會變盤啊 豬羊變色啊 對不對 那你聽到之後 你可能不會去放空股票 你可能沒有賣股票 你可能去放空台子旗啊 死竅竅 今天旗子被嘎得多慘啊 一路被嘎 那這些會去放空台子旗 被嘎死的人 他們是受到誰的影響 答案很簡單啊 五個字 地獄倒霉鬼 對 你可能運勢很低吧 不然你為什麼會 什麼老師不參加 去參加那個地獄倒霉鬼 對不對 然後呢 他把你帶衰了 本來你看好好的啊 是不是 本來你的股票是套牢 你不要賣 接下來大行情解套肩賺錢 很爽啊 結果呢 你把股票賣在低檔 這就算了 還反手放空 所以我常常說 你們在YouTube看節目 你一定要看個幾天 然後呢 用市場上真正發生的 因為市場永遠是對的嘛 你用市場上真正發生的事情 來印證 這個老師講的對不對 沒錯吧 那最明顯的台北股市創歷史新高 你馬上就要想 誰告訴你要變盤 誰說豬羊變色 誰說要崩盤 你腦海中馬上就會浮現 那些地獄倒霉鬼的臉嘛 然後你一看 哎呀完了昏倒 幹什麼 你就是他的會員 是不是 而且我跟你們掛保證 這樣的地獄倒霉鬼 每一次 在關鍵的時刻 他都會站在錯的方向 你不相信 你去抓大盤的轉折點 然後你去對照 那個YouTube的日期 你會發現 他方向一定都是看相反 那這些人真的很笨嗎 這些老師 地獄倒霉鬼真的很笨嗎 不是喔 他們很乾翹 老船長 這話怎麼講 乾翹就是 因為漲高了嘛 可能會往下的時候 他就告訴你 哇這盤要崩盤這樣 真的跌下來的時候 他大收會員 老船長 像這樣子嘎上去嘎死 沒有崩盤了 再創歷史新高 那他怎麼辦 你放心好 從以前錯到現在 一樣活得好好的啊 人不要臉怎麼樣 天下無敵啊 你看他節目 搞不好今天跟你說 他做多了 你要不要死給他看 所以我就說你們自己都這個年紀了 你輸錢幹嘛 你不要去怪頭顧老師啊 你說我又參加他 你當初選老師就選錯 你還講什麼咧 就像你 如果嫁錯人或娶錯老婆 你要怪誰咧 自己選的嘛 那是誰逼我的 不要來這一套啦 每一個不幸福的婚姻 都是人家逼的喔 對不對 自己要負責任 那你說真的是父母逼的 那你認命啊 你生他那個家庭啊 那你自己選擇 要被父母逼啊 對不對 現在是自由戀愛的社會啊 你自己要選擇 你的婚姻大事由父母決定 那你也不能夠怪吧 對不對 好 欸 扯得比較遠一點啊 不過我的意思就是說 老船長看這個行情 我在上個禮拜 已經跟你們透露 老船長你有嗎 你現在要來詐騙集團啊 欸 我講的 我只要一提 你馬上就有印象 你信不信 如果我都沒有講 那我現在講 你們就想哪有 我從沒聽你講過 對不對 不用 不用去看我的YouTube 不用看前幾天 我直接給你們講 我說我對於未來行情的看法是 六個字 老船長你講 哪六個字 我們都不記得 我一講你絕對記得 哪六個字 聽好啊 蕭萬藏 馬英九 喔 老船長我想起來 你有講 我覺得你是神經病啊 行情就行情 什麼 蕭萬藏馬英九 那是退休的人了 欸 我再唸一次喔 蕭萬藏 馬英九 聽懂了沒有 哎呀 原來是萬九啊 老船長 那廢話 小朋友都猜得出來 你自己笨啊 還要去相信地獄倒霉鬼要崩盤 那老船長 你有什麼理論基礎 有 我當初講這六個字的時候 我說 台北股市的電子股 很多都沒有漲 我講一檔大魔王就知道 台積電 台積電前坡高點679 他老兄今天混了半天喔 下午要開法說會 尾盤老牛拖車啊 收盤大漲多少 一塊 一塊 下午要開法說會 不是法會 才漲一塊 亂七八糟 收盤614 距離679前高 差了65塊 你知道這兩千多億的股本 套了多少人嗎 那照理來講大盤應該死了對不對 結果大盤創歷史新高 再給你看一下 歷史新高 老船長怎麼會這個樣子 很多東西它叫做後發先制 你聽得懂嗎 我再講一次 所謂後發先制就是 我比較晚發動啊 但是我會先到 好比我們以前在學校不是有那個 跑步接力賽有沒有 我們最喜歡看什麼 你說最喜歡看女生 神經病了你 最喜歡看那個從後來居上有沒有 落後很多的最後一棒 飛毛腿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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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哇一路衝衝到終點居安冠軍啊 那全場就會怎麼樣 激動啊 我們常常用這個來鼓勵人生對不對 這個叫後發先制 我也常常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叫做龜兔賽跑 有沒有 那老船長 那你講後發是電子股的話 那先發是誰 先發就是 誒貨櫃三雄啊 只是說現在的雄 從英雄的雄 對不起啊開個玩笑 變成狗熊的雄 的確股價是這樣 C 今天彈不應該 應該啦 人家這麼機優 你不給人家彈一下這樣行嗎 問題是注意看 這個缺口我今天補 這個缺口 看到沒有 今天馬上補 明天航運股一定要漲 不能跌 跌就完蛋了 那你們什麼時候去買的 就今天跑下去當衝啊 一堆人啊 反正三隻就漲停嘛 那天三隻跌停嘛 對不對 我只問一句話嘛 你的航運股現在是大賺 還是嚴重套勞 你只要回答老船長 這個問題就好了 那拜託你去打電話跟你老師說 不要在節目上耀武揚威了 什麼航運股跌下來我還要買 鋼鐵股跌下來我還要買 中鋼 談一下應不應該 應該啦 摔死了還不用談嗎 好歹人家還是怎麼樣 我們台灣的最大鋼鐵廠啊 問題是明天只能漲不能跌啊 那我再問一次嘛 你鋼鐵股買在哪裡的 距離你的解套還有這麼遠 你的老師在節目上一直騙說 哎呦我們還要再買 請問一下 你的會員早就在上面 全部都套死套滿了 下來你發酷氣是給空氣聽的 空氣買到了也算了 我們在這邊再加碼 將來漲上去說最低他買的 我跟你講你參加這種老師 我只能說 他可能是你的冤親債主 導播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制服關鍵 顧德投顧老穿帳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投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投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為您累積財富 兼容市場位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等你您避開風險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投顧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所以我常講在社會上看人很重要 這個社會包含的怎麼樣 每一個角落 各行各業 你在選投顧老師的時候 就是在看人 很多人表面上看上去 西裝筆挺的 一副怎麼樣正人君子的樣子 講起話來 好像怎麼樣 頭頭是道 但是我告訴大家 你不要被騙了 你只要現在交的會費 結果你滿手套牢鋼鐵航運 那你交會費給他幹什麼 我就舊教一下 你參加投顧不是為了要大賺嗎 那如果自己做死跟著他做也是死 那你幹嘛交會費 你應該要醒一醒了吧 老船長這樣子點你 你還被人家賣還幫人家數鈔票 你實在是還 那就是兩個字活該 你不要怪任何人 對不對 事實擺在眼前 投顧老師的說法就是這樣 再疊再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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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有最低點 問題是你們全部死在這上面 這邊都是買空氣 然後反彈10% 他說他大賺10% 有沒有 有沒有這麼惡劣 請你看你老師 今天的節目他怎麼騙 老船長不會冤枉好人 我在這個行業這麼久了 他們會怎麼騙 我很清楚 我自己講過 我的節目是全國唯一 我說我節目內容說謊不實 我下十九成第一 跟你們沒關係 小弟我下十九成第一 不得好死 請觀世音菩薩作證 請你的老師發一下誓 這兩天他發口訊 叫會員買鋼鐵跟航運 發給鬼 叫鬼去買是不是 你們都不曉得 這些投顧老師 他的花招很多 老船長已經站在你們這一邊 幫你們破解了 你還腦筋不清楚 哎呀我比較倒楣 我太早參加他 所以我們買得比較早 好不好笑啊 你被你的老師賣了 你還幫他找個理由啊 懂嗎 你看這個航運股喔 差多少錢解套 大家看一下 這長榮啊 這差多少錢解套 鋼鐵也好不到哪裡去啊 我們講最強的 中鴻啊 一個誠實的分析師 應該要跟大家謝罪 我帶會員買鋼鐵跟航運 重壓全部套在豬頭山 現在股價在阿呆股 我們希望老天爺保佑 讓我的會員能夠解套 你這樣講才是人話啊 一反彈就開始騙了 我們買最低點喔 今天賺10% 很惡劣很惡質啊 所以為什麼投顧老師被人家瞧不起 就是有這些人 那老船長你呢 我已經跟大家報告過啦 我們沒有航運 我們也不做鋼鐵啊 對老船長你是這麼說的啊 你被動元件也沒有漲啊 對啊 你試著看一下我的測標好不好 我是那種股票漲就漲 跌就不漲的分析師嗎 全國只有我敢說我不是 敢說他不是的 請他跟觀世音菩薩發重視 就算自己試敢不敢不敢 全國也只有我敢講 我所有會員所有資金 全部在一檔股票被動元件 而且會員等著要怎麼樣 數鈔票 沒有那個什麼嚴重套牢 開玩笑 我們被動元件之前 是長榮兩天賺19% 也是所有會員所有資金 我說過我說謊 每一個會員賠5億8千萬新台幣 到此為止沒有人 全國沒有人敢 像我這麼說 沒有人做得到 我們航運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我們大賺就是大賺 我說幾%就幾% 因為我們都是所有資金 所有會員 只有一檔股票 你的老師就不一樣 從你參加他 他總共叫你買了180支股票 有漲的他都有 尤其我開車的時候聽廣播電台 那簡直是我跟你講 檢調單位應該要去查 還有那個廣告 找那個主持人一搭一唱 然後主持人說 你看我們什麼股票 我一直仔細聽 每一檔都賺3到4倍 各位觀眾 他不是說30% 40% 30 40%都已經詐騙集團 他說3到4倍 很趕對不對 對 他們就是要找那種 病急亂投一的 譬如說你開車 你剩下最後一點點錢 對不對 怎麼辦輸完了 這個家庭要破碎了 聽到這一種 都賺3 4倍的 趕快找到怎麼樣 救星了 其實是請鬼拿藥單 車幾台又燙 知不知道 然後就掛掉了 因為廣播電台主管機關 比較沒有在管 胡說八道的一大堆 還有那個網路有沒有 有些投顧在網路經營的 騙得一塌糊塗啊 因為主管機關 他就是盯著電視看嘛 網路可能沒有修法嘛 他不管 他也管不了那麼多 網路太多了 有牌的分析師就管不完了 還有那無牌的在家裡面有沒有 自己開一個頻道 每天直播 說自己是大師的有沒有 很多啦 沒有分析師證照喔 連分析師證照都考不上 說自己是大師啊 那這些觀眾啊 就以為他人好好 都不用交會費 你們這些傻瓜啊 有的私訊底下就叫你交錢了 或是辦什麼課要教學 台灣有啊 那沒有分析師證照的 在辦課 在教學的很多啊 所以我說你們自己要保護自己 不要都幾十歲的 被人家騙了 他怪東怪西的 好不好 那我測標寫得很清楚 你看國具 我沒有講什麼小股票喔 這是國具喔 這個是台灣的被動元件的老大 他的老 這個叫做什麼 股王 對不對 他的股後 他老婆叫華新柯 你看也是一樣在洗盤 很想洗盤 那他的老婆 現在已經被小三給創位了 小三把這個正宮幹掉 小三叫2428 叫心情 被動元件的心情 現在已經變成了怎麼樣 股後了 那原來的這個股後 焦右橫的股後 焦加的股後 這個其實應該打屁股了 這個獲利喔 你注意看喔 他第一劑賺高達4塊多 你看這個創位的小三 2428 第一劑才賺3塊18 可是你知道嗎 今天收盤喔 辛勤的股價已經來到240塊 你的這個華新柯股價 你賺的比人家多 你才215 焦董的股票應該要打屁股 那沒有關係喔 這個不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重點 因為都要漲就對 或許過兩天 股後的位置又被怎麼樣 華新柯拿回來 女人之間的戰爭最可怕 我們不要介入好不好 OK看 國巨啊 來 每一天喔 看好喔 放大 開高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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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黑K棒 幹什麼 準備迎接大行情 看清楚喔 它的每一波 因為它是 它是被動元件的股王 對不對 它在上漲都要洗漲 洗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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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高點根本不是高點 台北股市都已經創歷史新高了 這算什麼東西啊 外資看710到795 今天國巨收盤才588 沒有人 沒有人喔 586 對不起 沒有人看好被動元件的時候 但是你如果發現它已經洗盤 每天開高走低 黑K棒就是洗盤 我跟你講它洗完了 因為沒辦法再洗了 這再洗下去會脫皮了 看到沒有 已經變橫向了 已經在這邊快變十字線了 這個所以明天 最快明天 被動元件會在國巨的帶領之下 發動 老船長先預告 那你是不是在今天收盤的時候 已經將所有資金都壓在被動元件 我不知道 除了我的會員 其他人做不到 其他人都是套得亂七八糟的 還有叫你去追這個8255的蓬城 各位看好 這個股價收盤比 比這個華新科還要高 你看他第一季賺多少錢 只有賺1.7 我管你什麼二極體 不三極體 四極體 在炒的時候 大家都怎麼樣 說他沒有問題 小心摘下來 他的獲利根本就怎麼樣 跟他的股價 已經超出他的基本面了 那這種股票 我知道投資人很喜歡追 昨天嚇得半死 這樣子 今天沒事的 也許明天又像昨天一樣 就是說已經很多股票 他已經脫離他基本面的 你就不要去追了 大家明白意思嗎 那蓬城後面有什麼阻力 我很清楚 我電視上我就不方便講 你們不要去追這種股票 你看這個位階 自己看 自己看 你有沒有聚高症 你為什麼不去碰這一種 我隨便舉例 本來是股後的 老財產你看他不會漲 對噴出去的時候你就知道了 那國巨比較強 看喔 國巨在這個位階 華興哥在這裡 難怪股後的位置被人家搶走 欸 蕭董啊 蕭董啊 你也輸成董太多了吧 沒辦法 蕭家的股票就是很磨人的 他不讓散戶賺錢的 各位聽得懂 但是趨勢的力量 誰也擋不了 我現在告訴你 台北股市 為什麼我看蕭萬常 馬英九 因為電子股幾乎都沒有漲 像這種這麼好的獲利的 對不對 還有在底部的 當電子股包括台積電 如果台積電突破前高 679塊 不是沒有可能 當然有可能啊 對他是權王啊 那台北股市 要不要看蕭萬常 馬英九 要 但是後面你所要琢磨的 第三季一定是在電子股 而不是在怎麼樣 傳產股 傳產股就是逃命 就是反彈 你不愛聽沒有關係 我照我的專業 我照我的成績分析 你想要賺電子股的錢 電話在旁邊 但是有個條件 你要有智慧跟勇氣 你才有辦法來跟著我的 操作的這個節奏 那我們等著數鈔票 你呢苦苦在等解套 你要哪一種 如果你想通了 你今天就拿起電話 未來這一大段 蕭萬常馬英九 等著你跟我們一起來賺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還有一起來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